大家好,我是一名叱咤风云的洛盛都老板 我曾经炸过核潜艇,抢劫过银行,与警察斗志斗勇,死了 但是停尸方的医生告诉我,我还能再抢救一下,免奇迹地活了过来 你看我现在又是火蹦乱跳的 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是一名老板 俗话说,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在和平的洛盛都里,我同时经营着进出口贸易公司 活动帮会所,军火公司,工运公司,导弹基地,业总会 旗下员工人数高达一人 同时,我也是我们公司唯一一名优秀员工 等等,我不是老板吗? 从联系供应商,到运输物资,再到贩卖物资 所有工作都由我一个人来执行 有效保障的公司的高度统一,真是充实的生活呀 专研,洛杉矛建设了六年的赌场,终于开业了 作为一名经营多家公司的老板 这个赌场 众所周知,每一名洛杉矛老板都是亿万富翁 而我,也是其中之一 在赌场开业的那一刻,我便买下了这座赌场 在空中别墅 虽然只是个别墅,但是内部也有非常多的房间 作为一名赤察不云的老板 我选择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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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嗯,好像都买好了 事后享受一下了 啊,先喝杯红酒 哎,这个会议听不错 又可以享受一个人开会的乐趣了 啊,这里风景可真好 嗯,为什么这里会有个奇貌不扬的人站在这里 啊,原来是我的理发师啊 众所周知,理发师是可以帮你生发的 来,帮我做个胡子 在赌场里 我身为一名高贵的价值500元的VIP会员 每天他们都会送我1000个筹码 但这点筹码对于叱咤风雨的我而言 连零投都算不上 想满足我的胃口 先来个20万,意思意思 进入明钻夏日赌场 怎能不赛马 虽然马是假的 而且看起来还有点像某个沙雕比赛 但是好歹我们也是在盛景的赛马呀 哎,看起来一号很容易赢啊 我们找个位子玩一玩 反正离多人赛事还有几分钟 我先玩玩单人赛事 先下个一万,意思意思 好的,专业我已经输了三万了 眼看多人赛事就要开始了 能否挥本,就看这把 好啦好啦,溜了溜了 哎,这里还要打破课啊 虽然不知道怎么打 但是作为一名老板 我选择下到最大 哎,圈才五千 没意思 作为一名叱咤风云追求刺激的老板 盲猜才是真正的刺激 我就不信了 再来一把 好了好了,溜了溜了 21点还是比较容易的 只要手牌越接近21 你就越可能赢 让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哎,14点 有机会 双倍下注 再来一张 输了也没关系 大不了再来一次 21点这一把能赢 溜了溜了,赢了就跑 真刺激 看到前面的高架去了吗 刚才那些都是小打小闹 这里才是符合我身份的地方 在这里玩21点 直接一千起步 看我们直接五万起步 啊,不,不,太高了 太高了,先一万吧 先一万吧 看这高贵的城市 这一把能赢 看来 这一把能赢 是很好的 这样子 就会帮助 这一把能赢 我来自然而言 我来自然而言 不,太高了 小闹 就会帮助 我来自然而言 那些能赢 我来自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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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我现在差点要被歪死了 快点赶紧溜 虽然我们在刚才的轮盘当中输了一笔小钱 但是好歹我们也是多灾多难啊不是 经验丰富的老板 这一点痛还算得了什么 我们下注三万 逆转僵局 哎 大家看到我现在已经有两张八 我们可以实现一键将牌分为两份 同时啊 我们的装甲又会给我们发两张牌 看看这个结果又是怎么样的 18点不需要加了 然后这边是10点又可以加了 我们再一次来一个骚操作 直接双倍下注 好 一个15点 一个18点 机会还是 没关系啊 我们还有机会 现在是13个点 我们再压一个双倍 再来一张 没有关系 虽然我们刚才又输了一笔小钱 但是俗话说 赌一赌单车变魔多 搏一搏海边造洞楼 以我多年以来对于概率论的深度解读 以及作为一名老板 对于经营多家公司的丰富经验 我相信我的运气将会非常的好 那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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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